大家好 这段时间有话有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还能不能给沙漠玫瑰换盆 其实我们在南方的话是完全可以的 因为现在南方天气比较暖和 那么我们想要这个时候给沙漠玫瑰换盆的话 大家必须要提前做好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给它补充一次培价肥 这个培价肥意思就是说给它换盆之前 给它使用了一次 我们给沙漠玫瑰使用培价肥 就是用这个零酸恩青甲 因为零酸恩青甲 它可以让这个沙漠玫瑰的根系 短时间内变得更加的强壮 尤其是一些新长出来的嫩根白色的 能让它快速老化 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在换盆的时候 对它的损伤太多 我们只需按照1比1千的比例 对水给它浇灌一到两次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浇水的时候 一定要给它慢浇浇均匀 最好是用这种撒水壶 然后全部给它连一连 让它整个植株都吸收到这个零酸恩青甲 我们给它使用1到2次这个培价肥之后 接下来就是给它控水 控水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控水之后土壤会变得更加松散 那么我们给它托盆就会简单多了 还有经过控水之后 这个根系就会适当的切水 切水之后发油网 以后减少对根系的损伤 同时又能让它增加生长的欲望 给它换上新的土壤 就容易浮盆了 好了 这就是给沙漠玫瑰换盆之前 需要做的一些动作 我们下期再见